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叫八方 称 称赞你 赞叹你 即是封刺你 即笑你 悔是悔谤你 欲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荣誉 这八个字都是相对的 似对 一般人在生活当中 这八个字看得很重 分别之处 念念之中不肯放下 不知道这个就更加了 身心世界都是假的 都是空的 这些东西哪里有啊 这八方里面 四种是逆境 四种是顺境 趁机 趁是顺境 人家称赞 夸奖你 不同心 不同心 像释迦牟尼佛赞叹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不同心 地藏菩萨还这么谦虚 说我今天有这个智慧 有这个能力 佛加个完 不是我本身 有这个智慧 也有这个能力 谦虚 他不为他所动 积声 积笑你 积色你 也不同心 那是逆境 毁于 毁是毁谤 逆境 欲识给你荣誉 顺境 顺逆境界 都不动心 这个名 你念佛的功夫 得的 你这个境界 已经达成一篇了 功夫成拼 才有资格往生 西方教授 外面境界风 稍稍吹动 自己就受不了了 你一点功夫都没有啊 这哪里能成就 别人赞叹你几句 欢喜好几天 别人回报你几句 好几天晚上睡不着觉 你说这怎么能成功呢 什么时候 你能够在毁于 都不动心 若无其事 赞叹我们不输 毁谤 这一般人呢 是生怨恨啊 我们自己 要有对质的功夫啊 别人赞叹也好 毁谤也好 我们如如不动 我们护掌阿弥陀佛 笑眠眠的 赞叹我也护掌阿弥陀佛 毁谤我也护掌阿弥陀佛 就没事情了 如果要与别人计较 这个事情麻烦大 咱们西方极乐世界去不住 孩子六道轮回啊 生生世世给他来辩论 打官司 永远搞不清吧 没完没了啊 不如我统统放下好啊 你能够放下 这是你从你处 真正智慧啊 所以真修行人生 一切人都是善意 一切人都是佛活的 不但一切人是 一切众生也都是 闻成麻衣都是善知识 都是诸佛如来 视线给我看的 所以一切识 一切处 一切境远当中 诸佛菩萨大福大悲 做种种实行 警惕我们 促动我们的善根 提起我们的警觉 我们要断一切物 修一切善 修一切善 善的果报 写起 造一切窝 窝的果报 就不能避免 那一切众生 岂不是诸佛菩萨实行 岂不是时时刻刻 在读错 迷离我们 一心向道啊 一心向道 就是一心向诀 诀而不明 正而不邪 静而不然 又不坏世界法 又不回忆众生心 你说这个多圆满 多自在 给诸佛说 什么都要放下 为什么要放下呢 什么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不但世间一切法 要放下 放下是绝对 你不要放在心上啊 放在心上就错了啊 你就是反腐啊 放在心上 你就有累赘啊 你就有牵挂 你就有忧虑 有烦恼 要知道 这个东西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所以应光大师 常常警惕我们 时时刻刻 把死子贴在额头上 你什么都放下 还有什么好想的 哪有放不下的 你要晓得 放不下了 就是搞六道生死轮回 一切统统放下了 恭喜你超出六大轮回了